嗨 大家好 我是湘琳 兩年前呢 訪問了國木木的創辦者文飛與願意後 我就是吸血月亮庫的愛好者啦 那這一次呢 搶先為大家體驗什麼叫做吸血長褲跟吸血短褲 好奇的人 有興趣的人 我們就繼續看下去吧 不知道大家的驚奇都怎麼度過呢 會不會有要來不來 要走不走 只好一直墊著護墊的時刻 我自己呢 本來五天的驚奇呢 就這樣子被我一用 需要墊到十天的衛生棉或者是護墊 啊 實在是非常累啊 一個月也不過就三十天 有三分之一的日子要這樣度過耶 今天呢 主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吸血長褲跟吸血短褲這兩個新品 然後呢 我穿起來感覺怎麼樣 我們就馬上來開箱啦 首先呢 先給大家看一下什麼叫吸血短褲 吸血短褲呢 乍看之下可以一般的褲子很像 這個短褲呢 一樣有伸縮的彈性帶 一樣呢 也有抽繩 可以把你的褲子拉緊一點 又或者是一樣的地方在於 通常這種短褲都會有一個修身的地方 這裡呢 穿起來可以嫌腿長 對 它總而言之 穿起來就是一件正常的短褲 那有什麼差啊 哇 這邊有一張可愛的吸血蝙蝠光標 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光標呢 它在走在路上的時候 它是會反光的 所以呢 就算夜晚裡穿著黑色的褲子 也不怕被人家撞到 但對我來說 比較實用的是 它放在衣櫃裡面呢 可以非常好一眼辨認出來 除了這種外型的特色以外呢 最特別的就在於它一件底兩件 它們裡面呢 其實是有一個內褲在的啦 這內褲呢 特色等一下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接下來呢 給大家看一下吸血長褲 吸血長褲呢 它這邊的長度呢 對我來說啦 是穿到肚臍的這個高度 所以是蠻舒服的 不管你是日常穿啊 還是是經起來的時候 都會覺得蠻有安全感的 那接下來呢 往旁邊 我們從側邊看好了 側邊這邊看起來呢 它有一個口袋 如果你是要去外面跑步或怎麼樣 它可以放一個小東西 像我呢 就直接放手機進去 那我邊跑步邊聽音樂也非常的方便 它下面這邊呢 做的口袋是夠深的 所以東西呢 不會說跑跑就掉出來了 那再往下看呢 欸 我不知道螢幕看不看得清楚欸 我給大家比劃一下好了 這個是褲子的側面 那它這邊呢 有做這樣的線 就是從寬的到細的 這邊到膝蓋 然後在膝蓋再往下的時候呢 是又逐漸的走寬 所以這樣穿起來就是怎麼樣 前腿長 我覺得呢 不管是穿leggin啊 還是穿瑜伽褲啊 我覺得腿部的線條很重要 屁股也一樣啊 這邊呢 它在屁股後面這邊呢 作為一個透氣布 因為呢 不知道大家記不記得 日底夏天熱的的時候 通常都是腰的後面這邊會先流汗 所以呢 它這邊跟前面做的布料不太一樣 吸血短褲 或者是吸血長褲它最特別的地方 就在於它裡面內褲的這一塊布料啦 其實也不能說一塊啦 因為它其實是分三層 有穿過吸血月亮褲的朋友們應該非常熟悉 這三層呢 就可以很順利的接收你的驚險 又或者是你的分泌物 這一個布面呢 它可以分為就是吸收層跟防水層 那還有它有一個輕膚層 所以穿起來會沒有異物感 那它比起吸血月亮褲呢 這邊多了兩公分高 意思是 如果你穿著它怎麼動 都不怕它流出來 不管你是驚奇快來 還是已經要走了的時候 去做瑜伽 要伸展 或者是像我有在練空中瑜伽 又或者是中訓 其實都不怕露出來 那其實分泌物更不用擔心啦 分泌物不像精血會到處流竄嘛 所以呢 穿著它十分安心 它這邊還有做一個很貼心的地方喔 還有做一個收編 這個收編呢 可以讓你的 不管是精血不會外流 還有一點我覺得非常實用 它無痕 那麼前面呢 我們分享了 吸血短褲跟吸血長褲 接下來跟大家分享我的使用時機 其實原本吸血月亮褲呢 這個內褲的部分 我是整個驚奇做使用 就是買了很幾條 然後這樣輪流洗嘛 但我覺得吸血短褲跟長褲用途更深 以吸血短褲來說好了 這件褲子呢 我現在是居家穿著 因為我覺得它非常的透氣 所以呢 伸縮自如啊 那如果在家 行走 沒問題 下樓拿個外送 或者是下樓倒個垃圾也非常方便 你知道 短褲搭上球鞋 又或者是短褲搭上夾腳拖 都非常適合 所以這就是我很常穿短褲的原因 那以運動來說呢 其實也可以穿著短褲重訓 但我比較常穿它是拿來跑步啦 我自己的話 重訓啊 瑜伽啊 空中瑜伽啊 或者是有氧的時候 還是比較習慣穿長褲 所以呢 這個時候 吸血長褲就派上用場啦 那吸血長褲呢 讓我很喜歡的地方呢 就在於 它解決了我兩個 以前穿這個瑜伽褲最大的困擾 第一個 我有時候會拉伸拉伸著突然想 你今天是不是穿五盒內褲啊 這個這個褲子會不會邊邊被人家看到呢 這一件褲子呢 它穿起來呢 其實是有無痕的部分 所以呢 其實不擔心這一個 那第二個呢 有時候我在瑜伽伸展的時候也會想到 我的內褲會不會褲頭跑出來呢 欸 你知道褲頭跑出來不是一件很潮的事 是有一點丟臉的事情 我是這樣覺得啦 那這件褲子呢 也沒有這個問題 因為呢 它液體成型 坐在裡面 你怎麼樣動都不會跑出來 所以呢 我現在心寵就是它了 而且你知道 它穿起來 該有的口袋也有啊 褲子也夠長 然後側面看也很修身 屁股看起來也很順 其實呢 這就是 我很喜歡它的原因 那在日常穿它的部分呢 我也會把它當leggin做使用 冬天我覺得比較適合穿leggin 我自己有時候 要偷染的話啦 比如說 欸 在家穿著這個 然後假設我要出門 那我就是套一個帽梯 它只好長一點點可以遮到屁股 那冬天很冷的時候呢 就可以穿靴子 這時候呢 也是一個很日常的穿搭 所以呢 其實這兩件褲子呢 我覺得它的實用性跟長合性是蠻多的 跟大家分享啦 如果對於西斜長褲 跟西斜長褲有更多想知道的資訊呢 也歡迎大家點擊下方的資訊欄 裡面呢 有更多的資料可以供大家使用啦 你自己在今期有遇過什麼困難嗎 又或者是另外一半在今期的時候 有哪些痛苦你也很想分享 歡迎大家在下方做留言 然後我們會不定時的在上面做回覆囉 那喜歡這樣的影片呢 就按讚 訂閱 開啟小鈴鐺 我們下支影片見啦 掰掰 掰掰 拜拜